亲俄在今天出了一段讯息 看到两支旗 一支是亚塞拜疆旗 另一支是亚美尼亚旗 这里是俄文 我把它变成中文 连日来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边境集结了兵力 事态发展使我们更加确信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地区的冲突 升级以为视不远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 双方决战打 来说 多次都是以亚塞拜疆 赢亚美尼亚的 除了这个亲俄频道出了相关的讯息 近这几天在网络上 在X也好在Telegram也好 都是出现 亚塞拜疆出了一些图片和影片 明显指责亚美尼亚在这个很有争论的地方 注册了一些冲队 但是 亚美尼亚方面 就否认 说亚塞拜疆指责亚美尼亚在边境 注册了冲队 是错的 他说亚美尼亚在这个很有争论的地方 没有注册冲队 很明显 亚塞拜疆想打亚美尼亚 都要找一些证据出来 现在的信息就是 亚塞拜疆又想打亚美尼亚 你看看这个叫做 自从2020年 这个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开战之后 2020年也是亚塞拜疆赢了 赢了之后 跟着俄罗斯 就派一些维和部队进去 派这些维和部队进去都没用 其实你现在都知道 这个俄罗斯 入侵乎克兰来说 俄罗斯已经转弱的了 你看看 亚塞拜疆方面 也是支持这个湾南的 有派一些人去湾南 就是帮湾南对付俄罗斯 也有派一些叫做军备去湾南 最近这个亚塞拜疆 又送了最少六部这些素雷车 就给湾南 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看到 讲回 最主要就是去年9月 即是2022年9月的时候 美国是叫停的 因为去年9月来说 亚塞拜疆 真的打到亚美尼亚 基本上亡国那样的 美帝方面就叫两个国家立刻停 那亚塞拜疆就停了 因为亚塞拜疆不能不停 阿公叫你停 那亚塞拜疆后面 在去年9月来说 这个亚美尼亚曾经要求 向俄罗斯要求 求换 因为它用这个叫做集安组织 这个条约 要求集安成员派军去帮亚美尼亚 那你见到 那你见到 在去年9月 你见到亚美尼亚 这个亚塞拜疆 是这样 真是这样 打到亚美尼亚 有起没订头 跟着 美国叫停了之后 你见到 这个叫做 阿兰什佩洛西 在这个 亚塞拜疆叫停 即是美国叫停了 亚塞拜疆之后 就在这个同月 即是上年9月 这个17号 这个Nancy 竟然 就去了 这个亚美尼亚 那里 去了亚美尼亚 那去亚美尼亚 Nancy 指责这个亚塞拜疆 就说 非法 襲击这个亚美尼亚 就令亚塞拜疆 就不满了 那问题 来了 那你见到 上次 救 这个亚美尼亚 令到亚美尼亚 不看亡国 就是美国出手的 那现在你见到 这个叫做 亚塞拜疆的口 即方面 或者亚美尼亚方面 在网络上 出的讯息 都是用英文的 那很明显 你用英文出的讯息 就是说 双方面 都是想给谁看 给西方 特别是美国看 那现在 这个 见到现在美国的情境 其实现在 这个拜登也好 什么都好 就忙于 即是来着 这个 2024年 那个总统选举 就是忙着 这个总统选举 那些东西 你看到拜登说的什么说话 就是那些叫做 独裁者的说话 又说 中共 那些叫做 经济不稳 那些什么说话 都是在这个叫做 竞选活动 那时候 说这些 这些东西 就证明现在 就是拜登那方面 都是忙于 就是说 这些叫做 竞选 如果你看看 这个 亚塞拜疆 在这个时间 指责亚美尼亚 在这里集结的军队 那如果 亚塞拜疆 要打这个 亚美尼亚 就是说 喂 亲爱都说 就是很快 会出现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是不是等于 这个 美国 忙于这个选举 就是 不想 就是 没有 没有时间 去管这个 叫做 高加塞地区 这个 亚塞拜疆 是不是 要打这个 亚美尼亚呢 所以现在 亚塞拜疆 都不理 这个 俄罗斯的 那俄罗斯 就没有能力 控制这个 高加塑地区 你看到这个 喂 亚美尼亚 和这个 俄罗斯 是很近的 美国方面 很远 所以 现在 这个 亚塞拜疆 是找藉口 是 打 这个 俄罗斯的 小兄弟 其实 都是在试探 美国的反应 个人 意见 独立思考 港元